想不到这里一切都没变 是啊 这里还跟小时候一样 你还记得吗 小时候你最喜欢坐这个马车了 总觉得自己坐的这个马车 就变成了公主 又漂亮 又璀璨 这些都是小迪跟你说的吧 其实 一直喜欢坐这个马车的人是他 我们俩每次来这儿玩 他都第一时间抢到马车上 有一次有个男孩站着这马车不放 死活都不肯让给他 他就委屈地哭了 还不肯坐旁边那个小马 出来 我要进去 你干吗呀 出来 小迪 我们去坐那个 小迪关 我就想坐这个 我们去坐那个木马好不好 那个粉的你喜欢吗 我就想坐这个 姐姐你把他车上来 我们先坐马车好不好 姐姐你把他车上来好不好 所以你就把那个小男孩赶了下来 让石迪坐到了马车上 对吗 没有 姐姐你快去吧 小迪 你现在已经长大了 姐姐不可以再帮你了 我不喜欢你了 我不喜欢你了 小迪 我那次没帮他 他就什么心事都不肯跟我说了 其实这么多年来 小迪他 小迪 你还记得那个摩天轮吗 我们去看看 所以你也不肯是最 brigade 哈哈 你的手 你怎么给小迪 你不肯烈 你的手 干吗 你不是肯烈 你不肯烈 更不是你的附属业 他没有做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让他这样承受你的重伤 你的讽刺和你的不尊重 如果这就是你的态度 那很抱歉 对不起 想不到摩天轮已经拆了 怎么变成海盗船了 是啊 我们小时候还经常坐呢 你会跟我讲 从上面往下看的景色 就像我亲眼看到的一样 结果现在我们经常去的 是码头那个大摩天轮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来这儿 每天都会排特别长的队 结果现在竟然都没什么人了 明明城市就这么大 但以前经常去的地方 渐渐点就再也没有去过 小时候总觉得 坐了摩天轮到了最高点 就可以听见你跟我讲 整个城市的样子了 现在长大了 我的眼睛也治好了 但我的摩天轮却不在了 看来时光 也没有留下所有的东西 不过没关系 有时候变化 也许也是一件好事 这个摩天轮虽然拆掉了 但是它有过我们童年的回忆 如果它现在还在 那跟码头那个大摩天轮比起来 说不定还要觉得自己自卑渺小 小妮 虽然我们小时候的摩天轮不在了 但现在有更大更漂亮的出现 你还会想跟我说吗 虽然这段时间 经历了很多事情 可是在我心里 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亲人 是朋友和亲人吗 小妮 我知道这几年 我做了一些伤害你的事情 但有些事 在我心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虽然这份感情 虽然这份感情 曾经因为一些误会 而转移到了别人身上 但我对你 依然和以前一样 你明白吗 我喜欢你小妮 你能不能 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来弥补这几年的遗憾 让我来照顾你 好了 对不起 小妮 我 喂 丸子 祖道 你回家了吗 我还没有呢 你又跑哪儿去了 你到底想干吗呀 我问你 我问你 你是不是被公公发现了 听说到今天又炸毛了 是不是米生跟你说的 别跟我提那个丑八卦 我已经跟她要离婚了 什么 你是不是还跟目前处在一块呢 我跟你说早点回去 注意安全 那你和米生 领证了我会告诉你的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怎么了 我有急事得赶紧回去 我送你吧 我让房司门来接我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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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 flowing 送你 你柑 有用 遵秤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